屋內住宅 牆壁出現超大裂縫 住戶用十元硬幣卡住 完全不會掉 另一頭更誇張 還卡了五十元硬幣 一旁出現明顯水痕 走進廁所一看 馬桶飄出異味 熱水氣聲音還大到 住戶洗澡洗得 膽戰心驚 我們入住到現在一年半 已經補了兩次 那現在準備要再補一三次 馬桶問題這邊大概 報酬好幾次怎麼補都補不完 陳先生真的好無奈 因為他在去年三月 幸運抽中位在臺北文山區 這棟木炸社會住宅 沒想到住了一年半 卻頻頻出現狀況 其他住戶向物業反映 還揍風口 他就在我們大陸的群組裡面說 那就有物業的人私底下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子說 我對政府應該是充滿著信心 那後來進來狀況之後 發現他就有物業的人 發現問題越來越多 花了三萬八租 設宅品質卻相當惡劣 但北市府當初斥資五億多新建 每戶以一萬到四萬不等出租 市長柯文哲 還將設宅視為任內重要政績 如今卻狀況百出 有 凡是有抱怨我們都會按 杜發局就會出來 一樣會發新聞稿會有照片 怎麼會恢復這沒問題啦 把問題抛 杜發局表示目前住戶反應問題 部分已經修繕 牆壁裂縫是因為地震影響產生 不會對房屋結構造成影響 強大問題都有積極處理 只是住戶本以為自己抽中社宅是天選之人 沒想到搬進來才發現是惡夢一場 也讓北市府形象大受打擊 華視網告訴張局會台北報導